在当代社会互动中 真诚被视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品质 体现了一诚相待的原则 特别是在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地区 将真诚视为人际交往的首要准则 这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 然而 这种强调真诚为核心价值的观念 其本意并非鼓励在所有情况下都完全开放心扉 而是蕴含更深层的意涵 例如 当你首次遇见某人时 并不会立即分享个人或家庭的详细资讯 只是常识 这正凸显了一个要点 社交中所需的真诚 更多的是一种态度 通过行为和语言展现出对等尊重 保持关系的平衡 但是关于个人情感或家庭的信息 仍需谨慎保密 有些资讯甚至不宜对任何人透露 从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价值观 无论是书面记载还是口耳相传 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启示作用 在社会沟通中 我们可以从俗语和谚语中汲取新的见解 比如 已经挂象中提到的乾隆勿用 乾隆在田 象征住隐藏实力的智慧 暗示在事物达到高峰后 可能会走向衰退 在人际交往中 过于自负的人往往会受到负面影响 而那些善于隐藏自己真实能力的人 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此外 智者不变 勇者不怒 这样的谚语 也传达了一种社交智慧 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轻易显露自己的锐利 也不会滥用自己的优势去压迫他人 从而避免引起反感 而是保持冷静和低调 这些古老的价值观 虽然源自远古的智慧 但对于当代社会的人际沟通 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在这个充满征静的世界里 我们都希望站在光芒之中 被人羡慕 被人赞赏 但当我们抬头仰望那些似乎触手可及的星辰时 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脚下的泥泞 就在这泥泞之中 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情绪嫉妒 你可能会说 我不是那种人 我从不嫉妒别人 但让我们坦白一点 嫉妒是人性中最真实 也最难以承认的部分 他悄悄地滋长在我们的心底 当我们看到身边人的成功时 那一丝丝的不悦 就是他的影子 我希望你好 但不希望你比我好 这句话或许听起来有些刻薄 但却倒出了许多人心底的真实感受 我们会为朋友的成功鼓掌 但在掌声背后 那份不安和矛盾却如影随形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是因为我们与他们有着最直接的竞争关系 我们共事于同一个办公室 学习于同一所学校 生活在同一个社区 这种近距离的接触 让竞争变得更加直观 而在这种竞争中 每一次朋友的进步都无形中提醒着我们 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 这不仅是对能力的挑战 更是对心态的考验 如何在这种环境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使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 我们需要学会欣赏和庆祝他人的成功 就像庆祝自己的成功一样 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却需要巨大的心理调整和自我认知 每当我感到极度的情绪在心头浮现时 我就会提醒自己 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我试着将极度转化为动力 让它成为我前进的驱动力 毕竟 真正的竞争对手应该是自己 而不是身边的朋友 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超越自己的昨天 而不是与他人的比较之中 这样的心态转变不仅能帮助我们摆脱极度的束缚 还能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更加自在 毕竟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无法通过模仿或比较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来自于我们的独特性 我们的努力 以及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当极度之花试图在你心中生根时 不妨对自己说 让它成为我成长的养料吧 学会欣赏他人 学会与他人共同成长 这是我们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 在这条路上 我们会学会如何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找到自己的定位 如何在竞争和合作之间找到平衡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开始真诚的为他人的成功感到高兴时 我们自己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宽广和丰富 这样的丰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 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因此当你下次感到极度时 不妨将其视为一次自我反思和成长的机会 记住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成为比别人更好的人 而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将学会如何在人际关系中 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毕竟 真正的强者不是站在别人之上的人 而是能够拉起他人 一同前行的人 在我们踏入这个繁忙又复杂的世界时 我们总是渴望与他人建立连结 然而 在追求这种连结的过程中 保持一定的隐私和安全意识 显得尤为重要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如此谨慎 答案其实很简单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 他们的目的并非如你所愿 想要建立真正的友谊 我曾经遇到一位年轻的女士 她来我家做客 虽然她年纪不大 但精力丰富 满腔热情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心得 在这种热情的交流中 她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保护自己的隐私 她像一个刚认识的人揭露了许多个人信息 从而无形中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 这让我思考 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分享和交流 更重要的是知道何时保持沉默 在今天的社会中 保护自己的隐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不是所有的聊天对象都能成为朋友 不是所有的听众都值得信任 学会分辨 了解在哪些情况下分享 在哪些情况下保持沉默 这是一门一术 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他们可能会利用你无意间透露的信息 对你造成伤害 因此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不仅能够保护你的安全 还能够提高你的吸引力 在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时 谨记不要透露过多的个人资料 特别是那些可能会使你处于不利地位的信息 记住 真正的力量在于知识 而知识的一部分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保持沉默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 还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让我们一起学习这门艺术 让智慧成为我们的盾牌 保护我们免受不必要的风险 因为在终究那些高频率的人 他们懂得保持沉默的价值 懂得如何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 保持自己的平静和安全 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 将这份智慧融入我们的生活 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这样 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 还能够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稳健前行 我们常常听说分享是一种美德 开放是建立关系的基石 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过度分享可能会变成一把双刃剑 想想看当你在社交平台上 无所不谈 从早餐吃了什么到晚上去了哪里玩 这些看似无害的信息 积累起来就成了一本公开的书 而这本书任何人都能翻阅 不仅如此 当我们与人交流时 往往会基于礼貌 或是想要建立良好关系的心理 而选择开放的分享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对方是否真的值得你这么做 有些人可能只是出于好奇 有些人可能真心想与你成为朋友 然而也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你所分享的信息 来做一些不坏好意义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学会选择性的分享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你的一切 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隐私 不会强迫你分享不愿意分享的事 而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人 会在你选择开口分享时 给予你支持和理解 保护自己并不意味着 你必须孤立自己或建立一堵墙 将自己与外界隔绝 相反 它意味着你有智慧的选择 什么时候分享 与谁分享 记住 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全 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 当我们谈论保护自己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防止身份 盗用或是个人信息泄露 我们还在谈论保护自己的情感安全 保护自己免受那些 可能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或信任的人的伤害 因此 下次当你准备向某人敞开心扉时 先问问自己 这个人是否真的值得你信任 是否有必要分享那么多 你的分享是否可能会让你处于不利的位置 这并不是说你需要对每个人都抱有怀疑的态度 而是提醒你 在分享之前要三思 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全 就是保护自己的力量 我们都渴望被理解和接纳 但在这个过程中别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保护好自己 不是每次分享都会带来正面的结果 有时沉默是金 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学会在对的时候分享 与对的人分享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是开了一家透明的餐厅 每一道菜的准备过程 每一个决策的背后 都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展开 在这样的环境中 保持自我 似乎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经常听到 高频率的人从不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 他们选择保持距离 特别是眼离三种人 自我 毫无保留的坦率者 以及那些过度坦诚的人 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是因为无保留的坦率 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想一想 当你最后一次 无保留的分享了自己的计划时 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感觉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无形的展示柜里 每一个计划的进展 都像是在众人的注视下进行的一场表演 计划越丰富 越详细 我们的动力似乎越足 但与此同时 压力也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 这种压力 有时候来自于外界的期待 有时候 却是我们自己设下的陷阱 我们期待自己的计划能够一帆风顺 期待自己能够不负忠望 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将计划换成结果 学会用成果说话 似乎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至少在别人眼里 你是个可靠的人 但这种依靠外界眼光的驱动力 真的是我们所追求的吗 长期来看 这种驱动力是不是可持续的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因为真正能够支持我们前进的 是内在的驱动力 那种源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 对于做某件事情的强烈渴望 这种渴望 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期待 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给谁看 它是纯粹的 是原则于我们对某件事情的热爱 当我们找到了这种内在的驱动力 我们就不再需要依赖外界的认可 来验证自己的价值 我们做事情 不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 而是因为我们真正热爱它 因为它触动了我们的内心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原来我们一直在寻找的 不是外界的认可 而是内在的满足感 而当我们找到了这种满足 我们做事情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不再急于求成 不再焦虑于计划的每一步是否完美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方向正确 其他的事情自然会水到渠成 这种态度的转变 也会影响到我们与他人的互动 当我们不再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时 我们自然而然会远离那些 喜欢用外界标准来衡量一切的人 我们开始倾向于与那些能够理解我们内在动力的人相处 与那些能够欣赏我们真实自我的人建立深厚的联系 这种联系比任何表面的认可都要来的真实 都要来的珍贵 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目标时 不妨问问自己 我们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 是外界的眼光 还是内心的渴望 找到答案之后 你会发现一切似乎都变得更加清晰了 方向确定之后 剩下的就只是坚持和时间的问题了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简单的转变 从外在的驱动转向内在的驱动 这个转变可能不容易 但它绝对值得 因为最终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成功 而是长久的幸福和满足 这种幸福和满足 来自于对自己的认可 来自于对自己内心渴望的实现 当我们达到这一点时 我们就真正的成功了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